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天下美食小吃货带您品庭天下最好吃的名店,名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意大利提拉米苏,咖啡与奶酪的甜蜜邂逅 二麻婆豆腐,川味中的辣中带鲜 三日本和牛,肉质之中的极致享受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意大利提拉米苏,咖啡与奶酪的甜蜜邂逅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带您领略意大利提拉米苏这道甜点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一场时光之旅 回到二十世纪的意大利 想象一下,你走进了一家温馨的意大利餐厅 餐后,服务员端上了一道精致的甜品 提拉米苏 这道甜品,就像是咖啡与奶酪在月光下的浪漫邂逅 它们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提拉米苏的名字一为,带我走 据说是因为它的味道,足以让人忘记所有烦恼 仿佛被甜蜜的爱情抱起飞向云端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我们得感谢那些勤劳的意大利妈妈们 她们在厨房里,巧妙地将咖啡,马斯卡蓬奶酪,鸡蛋,糖 可可粉和手指饼干这些简单的食材 变成了一道令人垂涎的甜品 提拉米苏的制作过程,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首先,手指饼干轻轻浸泡在浓郁的意识浓缩咖啡中 每一片都吸饱了咖啡的灵魂 然后,这些饼干被铺在容器底部 就像是为奶酪和咖啡的爱情故事铺设了红地毯 接下来,轮到马斯卡蓬奶酪登场了 这种奶酪就像是意大利的乳制品界的卡萨诺瓦 它丰满,细腻,充满诱惑力 马斯卡蓬与鸡蛋和糖混合后,变成了一种轻盈的奶油 它覆盖在手制饼干上,就像是给咖啡的灵魂披上了一层温柔的羽毛 最后,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 提拉米苏被撒上一层可可粉 这就像是给这道甜品穿上了一件优雅的黑色丸礼服 为它增添了一丝神秘和诱惑 提拉米苏不仅仅是一道甜品 它是意大利影视文化的象征 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是咖啡与奶酪之间甜蜜泄后的见证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意大利浪漫的气息 仿佛在味蕾上跳起了一只华尔兹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提拉米苏时 不妨闭上眼睛 让这道甜品带你走进一个甜蜜的梦境 体验一场咖啡与奶酪的浪漫邂逅 毕竟,生活中有时候就需要这样一点甜蜜的桃梨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麻婆豆腐 川味中的腊中带鲜 各位同学,美食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道 让人又爱又恨的川菜经典 麻婆豆腐 这道菜可以说是川味中的腊中带鲜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辣的让你叫麻 鲜的让你想拜师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这道菜的历史 据说,麻婆豆腐是由四川成都 一位名叫陈麻婆的老太太所创 她的脸上有几颗麻子 所以得名麻婆 这位麻婆奶奶不仅长得有特点 做的豆腐也是别具一格 她的豆腐不是那种温柔细腻的小清新 而是一位性格鲜明 火辣热情的川妹子 吃上一口 那麻辣鲜香直冲脑门 让人忍不住想跳起四川的锅庄舞 麻婆豆腐的精髓在于它的麻和辣 麻来自于花椒 这小小的香料 却有着大大的能量 它能让你的舌头产生一种电击般的麻感 仿佛在说 嘿 伙计 欢迎来到四川 而辣子来自于辣椒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辣 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热情和力量 它让你的汗水瞬间爆棚 仿佛参加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斗 但是 麻婆豆腐不只是麻和辣那么简单 它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鲜 这种鲜来自于豆煮肉末 豆瓣酱和其他调料的完美融合 豆腐本身如同一块白色的画布 等待着川菜大师们 用麻辣鲜香的颜料 来绘制一幅令人垂涎的美食画卷 吃麻婆豆腐时 你会发现 每一口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刚开始 你可能会被那强烈的辣味所震撼 但慢慢的 你会开始享受这种刺激 甚至在辣中寻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快感 而当你习惯了辣味 那麻和鲜的味道 就会悄悄地爬上你的味蕾 让你不禁感叹 这就是川菜的魅力啊 最后 我想说 麻婆豆腐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对味觉极限的探索 一种对传统与创新结合的尊重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一盘热气腾腾的麻婆豆腐时 不妨深呼吸一下 然后大胆地挑战自己的味蕾 去体验那辣中带鲜的川味奇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和牛 肉质之中的极致享受 各位肉食爱好者 美食探险家 以及对于肉中 极品有着无尽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来自日本的肉中劳斯莱斯 和牛 首先 让我们来揭开和牛的神秘面纱 和牛 或称日本牛 是指在日本国内饲养的几个牛品种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神户牛 松板牛和金江牛 这些牛不仅是日本的国宝 更是全球肉食爱好者的梦幻一品 但你知道吗 和牛之所以如此特别 并非仅仅因为它们的血统 而是因为它们享受的待遇 简直比一些明星还要豪华 传说中 和牛在饲养过程中 会听古典音乐 享受按摩 甚至有些农场 会给牛们喝啤酒 以促进食欲和放松肌肉 当然 这些说法 可能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 但不可否认的是 和牛的饲养环境 和饲养方法的确对 其肉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和牛的肉质 之所以令人赞叹 关键在于其细腻的大理石纹里 也就是肉中的脂肪分布 这种脂肪不同于 一般牛肉中的大块白汁 而是细小且均匀地 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 形成了一种被称为 双酱的美丽图案 这不仅赋予了和牛独特的口感 还使得肉质在烹饪过程中 能够保持极价的多汁和嫩滑 当然 享受和牛也是一门艺术 不是随便一个 烤肉架子上扔上几片牛肉 就能称之位品尝和牛 真正的和牛料理 无论是烧烤 涮涮锅还是生食 都需要精准的火候 控制和对肉质的深刻理解 一个不小心 那层脂肪就可能从丝滑转变为油腻 从而破坏了整个品尝体验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和牛的价格 和牛因其稀有和高品质 价格自然不菲 一 公斤的和牛肉 可以价值上千美元 甚至更高 但是 我们也不要忘记 品尝和牛 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种对美食的追求和尊重 当你咬下第一口时 你会明白 为什么人们会 为了这种美味 而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 总之 和牛是肉中的极致享受 是一种对肉质和味觉的极限追求 它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的结晶 所以 下次当你有机会品尝和牛时 不妨放慢脚步 稀稀品味每一口 让它带给你的舌尖 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味觉盛宴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意大利提拉米苏的甜蜜邂逅 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川菜中的麻婆豆腐 有什么感受 你们对日本和牛的肉质享受 有什么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